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当我们打开新闻,看到报纸 好多好多让我们担心害怕的事 请问我们会不会害怕突然来的地震或是战争呢? 而我们可以如何面对呢? 今天我们一起思想诗篇第二诗篇 这一篇让我们看到有好多事情会让我们害怕哦 我们看到会有好强烈的地震 可能一下子房子就倒了 或者突然来的一个战争 哇,会有很多的危险,很多的危难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诗篇第二诗篇 特别应允我们 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的祷告 经文提到了 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 愿名为雅各的神高举你 愿他从圣所救助你 从行安兼顾你 求耶和华施行拯救 我们呼求的时候 愿王应允我们 当我们起来呼求的时候 神要应允我们 并且赐下奇妙的保护 奇妙的恩典 我们要因神的救恩夸胜 奉我们神的民宿 礼金旗 因此 虽然有好多的危险在我们的身边 但我们拥有秘密武器 就是我们的祷告 要得到神的保护 而什么样的人的祷告 神乐意垂听呢? 神经特别告诉我们 很多人相信自己 依靠自己 靠着我的力量 靠着我的聪明 靠着我的朋友 但上帝期待我们 单单依靠神 把我们的小手 放在神的大手中 经历上帝的保护跟祝福 这张的要解提到 有人靠车 有人靠马 就是许多人 依靠自己的力量 自己的资源 但我们要提到耶华 我们神的民 因为他们都屈身扑倒 我们却起来立得正直 祝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起来单单依靠神 向神祷告 经历奇妙的平安 我们来祷告 绝世我们在美宁 欧洲啊 我们要依靠 万君之耶华 并且常常起来祷告 为着我们的国家社会 为着我们的教会家庭 为我们自己祷告 让我们走在平安的道路上 求主保护我们 仰望你的恩惠 我们提到耶华 我们神的名 我们可以起来立得正直 为神树立旌旗 尽力得胜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